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六在金融港务分公司开设了大型的疫苗施打站 提供刚到获的NovaFix新疫苗施打服务 整天下来排队秩序良好 没有大排长荣 民众手里拿着小黄卡 排了又排 等了又等 终于等到疫苗施打 金融市政府9日在金融港务大楼 开设大型的接种站 提供了NovaFix疫苗1234剂 让民众多了一项选择 时间到了 现在疫情这样我才会怕 所以有这个机会就先过来打 因为我美力力不差 所以医生叫我来打这个比较老 一整天下来 疫苗排队人数大约维持在60到80人左右 不像以前大排长荣 民众说施打速度很快 秩序也很好 因为保护自己 会怕这个疫苗有很多错误了 这应该跟高端吃蛋白应该没什么互作用 因为我第三季就打高端的 所以这季第四季 对对 卫生局表示 NovaFix疫苗是新的疫苗 接种之后不良反应很少 无论民众之前打的疫苗 厂牌为何都可以混打这款疫苗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道 而疫情趋缓 为了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7月9号特别在朝靖公园 举办全国新著名建走嘉年华 将近4000名民众 从必杀鱼港建走到朝靖公园 现场还有30摊 来自菲律宾 泰国 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美食小吃 及舞台上的精彩舞蹈表演 让朝靖公园充满浓浓的异国风情 乡声响起数以千计的民众 从必杀鱼港出发 走向目的地朝靖公园 这是由中华民国县市体育会联合总会 举办的全国新著名建走嘉年华活动 在疫情趋缓下 主办单位希望借此鼓励民众 走出户外享受阳光 开心迎接役后新生活 114年 全国新著名建走嘉年华会 今天在这么好的天气来办理 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市政府 还有议会 尤其是体育署大力的支持我们 海科馆提供这么好的场地 我们今天从必杀鱼港出发 建走的时候 有将近刚才纪念品跟摩采舰 花了3600多张 可见大家非常的踊跃 尤其像疫情过后以后 大家都在运动 太阳这么大多运动身体会健康 参加民众走过平浪桥 抵达嘉年华活动会场朝进公园 现场聚集了30摊来自菲律宾 泰国印尼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美食小吃 吸引了大批的排队人楼 大力支持这项活动的 教育部体育署方面期盼 借此让各个族群都能多运动身体更健康 新住民现在已经是我们台湾的第三大族群了 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 我们也非常重视各个族群的运动的权益 那还好是在我们总会这边的协助下 然后也来举办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让民众能够更了解 这些其他国家的这些文化 然后体验他们的这个美食 那另外也可以借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很多的新住民能够一起来运动 来享受这个运动的热趣 跟感受到这个运动的这个益处 然后进而就是有更健康 这个身心更为健康的一个生活 包括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 立法人蔡思英代表及各党派议员 也都热情出席这项活动力挺 舞台上则有各个民族精彩舞蹈表演轮番上阵 与新住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移民署 也特别到场摆摊宣导 希望协助新住民朋友 融入台湾这个大家庭 我们一年一度都有新住民建行嘉年华 这个虽然是我们体育会主办 但是因为我们移民署是新住民的一个娘家 所以我们绝对会全力支援这个活动 那今天我们也有摊位来摆摊 那同时我们因为年底选举到了 我们移民署可以大力来宣导说 反汇选这件议题 那还有我们的一关相关的 照顾移民辅导的措施 那我们有一个外来人口的生活咨询服务热线 现在正式改版为1990 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宣导 有任何的生活资讯都可以打这个电话 它有七国语言的一个翻译 另外郑锦州也宣布 全国万人健走活动 今年9月将再度在基隆外幕山登场 主办单位已经募集到百台变速脚踏车 六辆机车及数百样的家电用品 奖品非常丰富 邀请全国民众一起来基隆享受无敌山海美景 我们现在目前有募了120台的变速脚踏车 六台的山羊机车 还有数百样的我们家电用品 9月3号早上8点钟在外幕山 我们停车场希望全市的市民 大家来运动重大奖升级 会成功 接下来我带你来看 基隆和平岛设立庙主寺三府王爷 周末展开一年一度的王船祭场面盛大 信徒们乘坐着传统造型的王船 从和平岛渔港出发 寻经瑞芳及八斗子 最后再回到和平岛 以寻传统仪式吸引了许多民众共襄盛举 顶着大太阳信徒敲落大谷 和平岛岸边传统造型的王船 占满各种旗帜 带着三府王爷缓缓使出港口 基隆和平岛设立庙一年一度的王船祭 新一天一大早船队随着月升正式起航 王船周边围绕着好几艘船 跟着航行在海上 许多信徒前来共襄盛举 名额一下就被抢光 今天人来是因为天气很好 所以报名人蛮多的 他有让人家去报名来参加 也不是我知道消息要报的时候 他已经满足了 和平岛设立庙又被称为王爷公庙 清建于清朝乾隆寺三年 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祖寺林温父三府王爷 神像都来自中国 每年的农历六月十五日 是王爷圣诞 藉由海上出巡 保佑渔民平安大丰收 没有这个是他的诞成 以及要做的一些活动 一般来讲的话 那个现在规模比较小 现在因为只有在 西洋市去 以前的话 因为就是整个台北桌 整个仪式一旬传统 也吸引不少摄影爱好民众 到桥上等待 在岸上的话 你可以拍整个大桌 我们是喜欢拍照的 所以两种都可以试一下 王船一路经过 瑞芳及巴豆子之后 回到河平岛 岛上难得有庆典 许多人都前来共襄盛举 希望能够获得神明庇佑 一整年平安顺遂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 大学科目白白种 到底哪一科 才是自己想学的呢 为了要协助高中生 探索自己未来的志向 基隆市政府与国立政治大学 特别签署高中课程 发展合作备忘录 未来基隆市各势力高中 将与政大共同规划 开设多元选修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等 提供学生跨校 及跨领域的学习机会 基隆市副市长林永发 与国立政治大学校长 国民正共同签署 高中课程发展合作备忘录 从114学年度开始 基隆市各势力高中 将可与政治大学 共同规划开设 多元选修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 本土语言文化课程等 希望提供学子 跨校及跨领域的学习机会 这个是对我们高中学生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誘因 而且是也算是一个福利 因为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 譬如说上了高一 可能还不是那么直接 到了高二高三那个时候 大概就要晓得 你的兴趣会在哪一个方面 你想上哪一个大学的科系 那这种一般我们在学校里面 都很难实际去体验到 虽然你现在可以从网路 从各方面资讯都可以去了解 但是你这种实质的 跟学校的互动 这是很难得的 那政大也是国内顶尖的学校 甚至于非常多的科系 是国内国外算是首选的 那校长今天带着教育长 和教育长等来 那跟我们签MOU 我想给我们的学生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政大校长郭明正强调 签订MOU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会以符合 金融市高中生需求的课程 进行规划 期盼能协助学生了解 政大11个学院 众多科系的课程内容 试所金融市立高中的学生代表 也分别说出自己期盼的合作内容 我觉得财务管理学系的话 里面有一个学习方法 是透过个案讨论 我个人觉得这一轮 这个学习方法 可以先开设在高中的 像是高二或者是高三下学 希望相关合作的科系 能够越来越多元 然后就是不止让 今年这一届的应届生 可以有开阔眼界的机会 能够让以后我的学弟学妹们 在进入心仪的大学之前 就有非常充足的先辈知识 希望说我去参加营队 或者是参加这些课程 我能够更了解到说 大学端他们的课程到底是什么 能够先去接触到大学的课程的机会 其实真的算是少的 那这个课程的话呢 也是可以让我们先知道说 我们未来的兴趣 未来的科系到底是在做什么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 进一步表示 从下学年开始 将利用寒暑假 及每周周六开发 大学先修试探课程 预计从政大数位课程 先修网中选出六到八项 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 让学生报名参加 接下来更计划与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签署 合作备忘录 需要引进国内顶尖大学的 丰沛资源 提升金融学子多元与跨域学习力 在不断的学习体验中 找出适合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欢迎加入解锁人生成就游戏 网络上来录不明的工作 看起来待遇很好 请问要应征吗 您已录取新工作 请依照公司指示到提款机提领现金 请将现金交给公司指定现象 您已解锁成为诈骗车手人生成就 找工作请注意求职防骗三要七步 基隆在您的心目中是什么模样呢 您如何在新许的蛛丝马迹中 发掘这一座港城所发生的故事 您想透过什么不一样的方式 描绘出基隆这一座城市崭新的发展 每日基隆影片征选即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卖入第五届哦 分为影片征选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45万4千元 还在等什么呢 赶快来参加吧 详情请下活动官网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佩寺地藏王菩萨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云寺的观音佛祖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伤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并记事督众 在家中使用Mesh Wi-Fi 如因设备问题而导致网路使用异常 或无法连线时 可依下列步骤排除 1. 检查Mesh分享器 机顶灯号是否为红灯 衡量红灯即为设备无法抓取数据机网路 2. 将Mesh分享器电源线重新插拔 也可重开机确认电源供应正常 3. 确认数据机串接Mesh分享器主机之间的网路线 即Mesh分享器子机网路线的各端口都有插紧 也可重新拔插确认有插紧至咖声 4. 在手机装置上 打开Deco App 在总览页面点选网记网路 5. 点选在线的Deco设备 按右上角选项进行移除 以身除在Deco App里所有绑定的设备网路设定 6. 可利用芦回纹针的坚物 插入Mesh分享器底部Reset孔 长差10-15秒以恢复原厂设定 灯号将由闪蓝灯转为闪光灯 7. 待灯号再转为闪蓝灯后 即可重新在Deco App中重新设定主机设备的网路绑定 8. 待主机设定完成后 即可于总览页面点选右上角Plus 逐步新增其他设备 9. 主机和子机如果转为恒白光 即为稳定连线状态 即可重新装置连线 如果装置仍然无法连接WiFi 请来电客服中心由专人协助确认 你的设计我觉得很 怎么这样 你们家又视讯又追剧 我说只能这样了 不能这样 那就换中家宽屏吧 中家宽屏国际认证用户实测 双料网速第一 全家飙网畅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现在就办中家宽屏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民进党在金融市中正区 悬而未决的一席市议员 提名名单终于确定 金融市党部宣布将 珍州营养师及长照业者许瑞慈 参选年底中正区的市议员 让中正区市议员 形成六抢四的局面 正在讲解食物营养素的营养师 就是这一次民进党 金融市党部征召参选年底 中正区市议员的许瑞慈 市党部主委树能和强调 许瑞慈学经历俱佳 又在地方上经营多年 加上年轻外型家 有机会抢下中正区的妇女保障名额 我们也经过评估 然后经过审查 经过了解地方上的了解之后 我想她当前的气力非常的高 那么因为她学经历 那么非常的完善 而且胭脂液也非常高 然后在地方上 她本身也有经营一些事业 那这个事业她本身是营养师出身的 而且是北大的营养师的做事 在我们金融市立院也服务七年 那她在本身也有经营一些 长照的日照的两家 那所以这个对地方上一些 弱势团体还是说老人的福利 这些方面 我想她非常的深入 曾在金融市立医院担任七年营养师 前年开始创业经营两间日照中心的 许瑞茨表示 接受征召就是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业 不管在社会福利及妇女政策上 都能照顾更多民众的需求 本身是一名营养师 那营养学呢 其实就是一门公共卫生的管理学 那过去我在金融市立医院 任职七年的时间 在地服务走访各区的办理健康讲座 那也发现了一个长者的照顾需求 所以我在前年的时候创立了两间日间照顾中心 从事这个社区式的长照服务 但是在执行期间呢 发现这个深度跟广度的推广都是不是很够的 那台湾呢 就即将迈入超高龄社会了 那我们的妇女呢 又被赋予了比较重的一个照顾责任 那在妇女的工作权益这一块呢 其实也是我一直都很关注的议题 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一块呢 多加努力 目前民进党在金融市提名的市议员参选人 包括中正区的张浩瀚 信义区的陈怡 陈军佐 仁爱区的郑文庭 佟志伟 中山区的张炳君 施伟政 安乐区的张志豪 洪生勇 吴华嘉 及七土区的曾怡芳 林坤明 加上中正区征召的许瑞池 希望在年底的选战 能打出漂亮的一仗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暑假来临 为了要保护青少年 金融市警察局启动了青春专案 动员百名警力 在KTV 网咖 其撞球场等特定场所 针对毒品 聚重 加强领检 金融市警察局长刘耀青 亲自带队 不过就在前一天传出刘耀青 已经申请提前退休 是不是有高层施压 或是其他因素呢 他亲自出面回应 数十辆警车晚间十一点 浩浩荡荡出发 展开青春专案扩大领检 各位人到电场有的人 特别注意到领检这一家 有荣有和少人在这一面 警察局长刘耀青亲自主持请教 就是要让青少年安全度过暑假 金融市警察局执行青春专案 扩大领检 动员百名警力 在KTV 网咖 撞球间等特定场所 加强领检 少年警察队一个晚上下来 总计查获酒驾一件 违反公共危险罪一件 通缉犯一件 还劝阻流连不当场所的少年 本局局长于昨日二三点到两点 亲自带队执行 主席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 扩大领检情务 针对KTV 网咖 撞球团等辖内 青少年亦聚集知识场所加强领检 并于各亿造势路口执行 入检难查 防治青少年飙车酒驾等行为 既查获公共危险一件一人 诈气通信犯一件一人 另外自暑期青春专案执行以来 以劝阻登记青少年流连不当场所 久了 并依设置法 对店家采华 本局会持续维护本市青少年 健康生长环境 以保护青少年避免被害 而就在警察局执行青春专案 扩大领检的前一天 却传出了警察局长刘耀青 已经申请提前退休 市警局已经证实 刘耀青已经破准将在7月16号退休 突然的举动引起了外界的揣测 是否有高层施压或者其他因素 刘耀青也亲自出面回应 家里有母亲还有太太需要照料 那为了个人家庭的因素 我跟各级长官报告 获得长官的体系 在7月16号退休 谢谢各界的关心 有外传说有高层施压还是什么 没有 这纯粹是家庭因素 刘耀青今年只有60岁 距离退休65岁还有5年 突然申请退休 所以引起了地方的震惊 恐将影响差一波 警局的人事布局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事件的国中有一群学生 看到身旁有同学 因为不满意学校的公餐 就乱吃或者是不吃午餐 融为无餐难民 对健康影响甚至 因此他们决定有所行动 开始了解同学的心声 跟团圣厂商沟通 也在校内提倡健康饮食的观念 让我们来看看这群学生 如何化想法为行动 为您专题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午餐难民 我是主持人许达多 我是主持人陈立伟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问问目前在看影片的各位同学 请问你目前对于你现在吃的午餐满意吗 那么接下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 我们为您邀请到了三位非常特别的来宾 首先是前两位 是石家安饮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张乃文 以及业务部理王冠荣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家安的业务经理乃文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石家安的业务副理冠荣 经理以及副理你们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建德国中午餐秘书王怀宁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建德国中的午餐秘书王怀宁老师 秘书好 各位同学还记得在寒假期间 有做过一份Google表单吗 为了要更清楚的了解到学生们的意见 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特派记者的脚步 一起去看看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现在记者人目前在建德国中的春堂 由此可以看到有许多学生在这边进行台餐的活动 究竟学生对于营养午餐有什么意见呢 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我觉得好吃的是蒸蛋 然后不好吃的是米粉 我希望可以再增加的是辣炒年糕 我觉得好吃的是油饭 不好吃的是三色豆 然后我希望可以增加的是乌龙面 好吃的是卡拉鸡 不好吃的是芋头类 希望可以有的是蛤蜊 我觉得好吃的是高丽菜 不好吃的是鱼排 我最希望有麻婆豆腐 我觉得最难吃的是这个番茄炒蛋 然后呢我觉得最好吃的是咖喱鸡 然后呢我觉得我希望呢 我们的菜色能够再新增这个马铃薯炖肉 我觉得最好吃的是烤鸡翅 最不好吃的是香松拌饭 希望可以有的是奶油意大利面 好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各位同学的意见了 那现在我们就将镜头交还给棚内 相信各位同学都更能明白学生们之间对于午餐的意见了 那现在就请石家安的副理为我们简单的回答一下吧 那目前针对学生回馈的好吃的 那我们会继续保留这些的菜色 那学生希望可以有的菜色 那我们也可以列入评估 那在下次开例菜单的时候 作为一个参考的依据 那针对学生觉得不好吃的部分 那我们会评估它的营养成分 那在菜单上的次数 我们会再做酌量的增减 那经理 根据目前同学有反应说出 我们学校的饭菜会有太冷的情况 请问这种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们解决呢 因为我们其实基隆 其实天气比较多 尤其在冬天 风也比较大 下雨的机会也比较多 所以其实在供应我们建德国中这边 那我们是希望说 司机大哥在下餐的时候 只要来得及学生班餐的时间 然后我们延换他下餐的一个状况 让学生来得及在下课及时 赶快拿进教室 因为毕竟我们放在川堂这边 其实风吹其实很容易冷 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模式来去做一个公餐 那请问经理 有许多同学反应说出我们的饭菜会太大 那请问这个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针对同学觉得说青菜口味如果太大 因为其实口味是见仁见智 那青菜我们尽可能就是朝向比较健康 所以在菜色部分 当然学生的反应我们会去做一个讨论 那针对菜色我们希望用一些新香料 去做一个增加它的香气 然后在口味上 我们如果说学生觉得口味太大 我们可以再多量再增加我们的调味品 去做一个供应 那学校对于厂商的部分有做了哪些沟通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换一个角度 或换一个方向去思考 如果今天我可以选择我要吃什么 我想吃什么 那当然我选择标准一定是我喜欢 我的口感是什么 我觉得哪一间好吃 但是我可能会忽略的是什么 可能会忽略就是安全或者是卫生方面 那店家外面的店家 那他为了盈利考量 当然他会去迎合顾客的口味 但是他可能就会忽略掉 卫生环境跟品管的过程 但学校营养午餐的目的 绝对不会是 我们提供营养午餐目的 绝对不会是为了口感跟好吃而已 我们最重要的原则一定是 卫生安全跟营养均衡这三方面 所以其实这两者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那你很难去把学校的团善的养午餐 去跟外面的店家做比较 就像说如果今天大家可以选择 你要来学校或不来学校 那大家都一定都不来学校嘛 那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的三位来宾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相信同学应该已经对午餐的食品 健康已经都有一个基本的认知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边 我们再会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 按赞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1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